作词 李宗盛 怎么形容感受到什么 也许还无法形容 我不懂不问装作不同 却无力推开你的执着 对我的记忆远程轮廓 该怎么样去接受 天干中平静如风 我们无悔在天地之中 我愿接受一切命运所脱 我感性被所有人都看错 那又能如何 冷暖的走 也许就无法形容 只有我们能懂 我愿接受 念堂虎在这里 我不能老神生 救命啊 好好好 别 别 别杀我 这 这 救我 别过 再过来我就杀了他 别过 走 救 скорall 救救救 熊 救救 庄 festival 我吵吓吓 你跟天哪别把我放下来 劏持一个数损 还想威胁吗 别走啊 守明的命不是命啊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我 算了 屁了 你刚才差点害死我啊 你并没有死 没死是因为小爷我福大命大 你那个案情又是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我现在就一命无虎 喂 殿下 送去府里 跳个差不多的死球 送去刑牧 说是死事 已经复毒了 是 世子 都是我们保护不力 才让您陷入危险之中 等一会儿 我们自己去领罚 起来吧 这跟你们无关 可是世子 没什么可是的 要怪也怪那个陈炎翼 这人想见死不救 起来吧 起来啊 怎么说您也是定过功辅的 他五皇子为什么见死不救呢 真是奇怪 一点都不奇怪呀 他就是想借刺客试探我 这个人 不仅程复身 还疑心重 不好对付呀 看来 我真的不能给这个面瘫虎做伴奴 容易露出马脚 面瘫 到底是什么呀 我在路上就想问来着 这前朝御医周凤锦吧 有一本医书 叫做怪病怪痣 里面提到有一个人呢 得了一种怪病 这脸上的肉啊 僵硬不能动 这不能哭也不能笑 实为面瘫 你们瞧着这五皇子 他像不像一只面瘫虎啊 像 面瘫虎 你瞧着 殿下 事情都办好了 殿下 刚刚 您为什么不让我们救韩世子 殿下这是 人只有在最危险的时候 才会露出本能的反应 原来殿下 是在试探韩世子 那照这样看来 韩世子是真不会武功了 韩家以武力深 按说韩世一会些功夫傍身 可是我见他宁愿摔下来 也不肯用轻功 真是让人捉摸不透 旧 世子 您今天怎么起那么早啊 上学去 昨日那五皇子试探我 说明他还不太信任 这说明我这国子间的戏份 演得不太够啊 所以啊 爷今儿个得继续 搞点事情出来 还敢嚣张啊 要不是五皇子上一次出手相救 他还逃得过吗 不是 要不让我 急什么 整人这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先等等 看他能玩出什么花呀 我说韩世子 这国子间可是教书育人的地方 你把他给带来了 简直犹如斯文 周同学 皇上让我来国子间读书 可是为了学习知识 正是 陛下他皇恩浩荡 你应该心存感激努力进去 你这是在 所以啊 我把他带过来的目的正是如此 读书嘛 应该从小开始 我不能让他像我一样 快十九岁了才开始读书啊 可他只是这王吧 周同学 你怎么说话呢 他可是我干儿子 你这么大声 他听你也该不开心了 是吗 在这儿 人家是有名字的 小木不可雕鱼 也没让你雕鱼 我在跟我刚儿子说话呀 他 王二 海十一 我告诉你啊 别以为昨天五皇子救了你 我就不敢把你怎么样 哎呦 王同学啊 你在说什么呀 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啊 你说我好端端在跟我刚儿子说话 我又哪儿惹到你了 装傻是吧 人人都知道我家中好二 换我一身王二公子 你却偏偏给这乌龟取名王二 太明显了吧 你也叫王二 这么巧 你跟我跟儿子同名同姓呗 哎 认识一下 哎 我倒是好奇 你能给这乌龟 当几天干吗 不想让我叫他王二是吧 也行 你赢了我 我就给他改名 嗯 行啊 你想比什么 斗 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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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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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走啊 干嘛 干嘛 你 加油 加油 你爽啊 你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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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快 哦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再借我不熟练 估计你在北京天天练吧 你靠耍赖赢了又如何 哎 赢了就是赢了 耍赖就是不算 你抢啊你 你怎么不算 放开 哎 哎 哎 我你 这 嗯 嗯 嗯 你们 竟敢在国子间内 斗鸡 是谁戴的头 给我站出来 嗯 是他 是他 先皇设立国子剑 是为了培养国之栋梁 凡入国子剑者 入国子班 都必须尽够严格的考教 韩世一 嗯 你来回答啊 不患人之不己之 患不知人也是合一啊 嗯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不怕别人不知道 就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知道 读书的意义就在于 在 在于别人一已经据点 你就知道处处 放肆 你说什么 你之前的先生是哪位啊 先生啊 但是有过几位 后来都说家里有事了 有的年老了 有的生病了 有的儿子娶亲 有的女儿嫁人 反正 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嘛 可以理解 反正最后去了 就都没再见回来了 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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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放肆 中庸抄写十遍 是 国公可对世子的学问过问过 我爹说了 我是匠门胡子 就不跟读书人抢饭吃了 反正以后也不指望我考状元嘛 读了那些四书五经 也没用 那世子一定是精通骑射了吧 这样吧 我们现在去教场 把骑射师父请来 世子向大家展示一下 江门胡子风采 没问题 世子请看 这些马 都是国自舰最好的马 您看这匹 这匹啊 是蒙古马 那里好 这匹 大丸马 跑得快 那匹那匹 是高丽马 这些马 跟世子爷 您在北京骑的那些汉血宝马 肯定是没法比的 就他了 就他了 什么 我来了 我来了 诸位久等了 这是 你不是偷一个字吗 这个韩世仪又想玩什么花招 这是什么叫马呀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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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选的马 啊 世子爷 世子爷 实不相瞒啊 您挑的 是一头驴 你不懂 嗯 难道这驴 能显出您的骑射之术啊 非也非也啊 这位驴兄身材娇小 本世子骑着有安全感 即使摔下来也不会疼的 所以才选的 原来是这样 这就是传说中的匠门胡子 还奇怪 逗乐的吧 一边炒斗鸡 还得意上了 世子爷 世子爷 请上吧 绕着轿场奔驰一圈即可 人家是驴兄 不是马 好好好 世子爷 请上个驴 驴灯呢 驴 战场上何来驴灯啊 这又不是战场了 没有驴灯 我如何上得去啊 哦 蓝燃 快去找驴灯 来 不好 你小心啊 世子爷 拿好姜绳 世子爷爬起来 这 世子爷爬起来 对对对 来 来 来 跑起来 哎呀 跑起来推一颠了 咱们走着就好了 若是上阵杀敌 岂能不纵马飞驰 我是定国公世子 将来是要当大将主 这上阵杀敌 哪用得着我一马当先 跟敌人拼命啊 是不是 管那是驴是马 我能骑就行 跑得快不快不重要 走 就这样还上去杀敌 还当大将军 慢点慢点 慢点 有意思 世子也小心 熟读兵法 考教兵法也说得过去 来人哪 去兵部请一位熟读兵法的参赞来 我看 也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大将军 也不用熟读什么兵法了 我要是什么都会了 那要一屋子谋士和军师干什么呀 你说是不是 就是说 兵法也不曾通读了 嗯 不曾 这韩家军 以后就交到这样的人手上 为情堪忧啊 是啊 我也不曾想表弟竟然是如此 散了散了 都散了吗 散了散了 散了散了 辛苦了 殿下 朱大人有事找 殿下来国子建议有些识 按照规定 可以在学子们中间 选一位半徒 怎么长时间了 殿下还没有定下来 有劳博士费刑 本王已经定好了 那是哪家的学子啊 韩家 韩十一 哎呀 表弟 表弟 我 对 我是你表弟 是啊 忘了自我介绍了 我叫沈承俊 是你的表哥 我祖母 与国公爷是亲姐弟 这个你应该知道吧 孙子 孙 我孤祖母的孙子 表哥 表哥嘛 我真是没想到啊 这国子建 我竟然还有亲戚啊 说实话啊 我更愿意叫你小舅子 当初我和你姐可是有婚约的 只不过你姐 她早拧腰折了 原来这人跟我有婚约 不知表哥 今日找我有何事啊 是这样的 祖母呢 将请表弟今日到家中一叙 表弟可方便 方便方便 本就该我登门拜访公祖母的 是我失礼吧 无妨无妨 我跟你说啊 在这个班里呢 分为五皇子和王仲玉两个阵营 五皇子一般不管这些 所以王仲玉是老大 不过如今你来了嘛 就变成了三方阵营了 那表哥 你是哪个阵营的呀 我当然是站在你这边的了 只不过我也没有太多的势力 帮不了你什么忙 没想到 这个沈澄却人还不赖呀 没事儿 就我一个人 那王仲玉都应付不过来呢 再加上你 那她还不得直接求饶了 那是那是 来 走 走 安十一 去哪儿啊 五皇子 五皇子可真幽默啊 现在是放学时间 我去哪儿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是本王的伴徒 放学后 要跟本王的 表哥 我今日还有事 你帮我跟姑祖母说一声 他日有时间 我再当门拜访 无妨 既然你们有事 那我们就改日再聚 先行告退 你起来 我该走 你起来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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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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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你也可以跟我说一说 我作为一个半读 平时都应该干点什么呀 你会写什么 车后玩到我在行上 看树吧 书中自咬很无趣 根本没有言如玉 言如玉呢 言如玉呢 骗子 你若是觉得无趣 就言没 言没 还真把我当半读 不喜欢啊 好啊 我最喜欢盐墨了 加水是吧 多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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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一下 好了 好了 好啊 殿下真的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哎呦 我的妈呀 殿下 你看你怎么搞的 你怎么画个画还弄一身墨水啊 你怎么回事啊 这么不让你胜死了 真是 你看 可惜这身衣服了 今天就到这儿吧 不送 哦 等一下 你真是让我走啦 那 微臣就先告退了 好 再见 再见 再见啊 世子 再会 再会啊 再会 再会 哦 哦 哦 殿下 这世子 看着心情不错 殿下 您的衣服 殿下 再见 这么点小把戏就想脱身 把本王想得也太简单了 你这半毒 是要当定物 张生 倒比王家小姐 两人一一不舍 一步 三回头 突然 张生抱住王家小姐 对她说 说 说 想不出来 这个韩十一 啊 居然跟我身边人都不一样 虽然可恶 不过有点意思 行 看小爷我陪你玩几局 朕没想到定国公把他的儿子宠成这样 这骑射兵伐武艺样样不息 偏偏还长得这么娇小 看来韩家军 是真的要 止步于此了 皇上 定国公中年得子了 这世子又是他三代单传的独苗 溺爱几分 也是寻常 朕又何尝不是呢 朕的子嗣单宝 能养大的 也不过是四位皇子 想当年锐政太子聪明伶俐 朕 最是看重 只可惜呀 异常风寒 就这么走了 皇上 锐政太子孝顺 知道您念着他 在天上定会保佑皇上 福寿安康 锐政夭折 伤得最重的就是楚氏 从那之后 他便一直记喊着朕 皇上切勿多想 元后娘娘若真恨皇上 就不会诞下武殿下了 韩妹妹 跟谁说话呢 自作多情了吧 没叫你 各位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新朋友 韩妹妹 这只小母猪 也太可爱了吧 错 别看这只猪 细皮嫩肉 阴阳怪奇的 其实 它是一头 不折不扣的 公猪 公猪啊 天哪 我一直以为 它是一头 小母猪 看不出来吗 完全看不出来 韩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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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韩妹妹 老大 他几个意思啊 韩妹妹这是要告诉我们 她有靠山了呀 还是认怂了呀 本世子 跟你改日在这儿 退下吧 往二 来日方长 改日在这儿 改日在这儿 韩妹妹 小可爱 你这么可爱呀 韩妹妹 五皇子 您来了 这是为何 我作为您的半读 理应跟您坐在一起啊 你这么可爱呀 这是我作为半读的责任 您不用感动 韩妹妹 请 请 你怎么这么可爱呀 你这么可爱呀 进县宫 将杀其世子深生 公子 重儿未知曰 资 自 何言 自知智 五皇子 记笔记这种事儿 当然让半读来做才对呀 交给我 放心 你果然是不长血子 砖头不够 下笔狠了点儿 五皇子不会怪我吧 无妨 好好好 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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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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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给本王找麻烦 真是乐此不疲啊 殿下 既然他这么不识抬居 那就给他撵走算了 你扯我干啥 我说的都是实话 是该教训教训的 本王能统领十万大军 还制服不了他 也不需要担心人口的问题 而是应该担心境内是否安宁 财富分配均匀 则无所谓贫穷 他今儿个中邪了 咋都没没呢 中邪吧 不错 今日便到这里吧 明日休暮 放假一天 大家回去好好复习 后日考试 终于可以去听传了 好 君子 君子 赶紧商量商量 明日去哪玩 好 世子 安十一 殿下有什么事 回头再说吧 我着急回去呢 后日寻考准备的如何 反正 这倒数第一的名字 我是提前预定好了 放心 你肯定抢不过我 你既是我的半毒 你若考不好 不仅丢了本王的颜面 也间接影响了皇家的颜面 你 不如本王帮帮你 帮我 你 骂子 也许 这询考 是考文 又不是考五 我没有必要练这个吧 啊 我 殿下 有什么精力 闭嘴 什么样的主人 什么样的狗 下去 我说你呢 下去 我说你呢 继续 殿下 我 殿下 你要是再不放我走 那就得管我夜宵了 行吧 那就上夜宵吧 姬爷 别闹 让你去 殿下 您这 不是真的吧 韩世子 什么时候看过本王 玩假的 殿下 您把我脑袋掉下来 这是读书人的把戏 不适合我呀 咱有话好好说 别整得这么伤感情嘛 对不对 疼 我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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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还不行吗 我读书 我好好读书 赶名 给您考个状元回来 鸽 继续 我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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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怪这个人的残忽 非得让我去两次 害得跟狮子一整件都要睡好 还好今天考试 我可以好好睡一觉 我可以睡一觉 啊 啊 嗯 王仲淤 不是啊 这不是我的 二神医 三皇叔 好了 好啊 韩世宜 你竟敢考试作弊 夏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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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过是个考试而已嘛 难道我会在乎成绩 而且打小抄多了呀 哪有睡觉如何 所以 这定然不是我的 这纸条上 明明是你的笔迹 扔给了王仲淤 所以 你们两个 都有嫌疑 夏博士 我身上没有小抄的 我信你搜 夏博士 我来替你搜二公子吧 来 收 夏博士 没有 这不是我的东西啊 小抄 送给我 我都不抄 安十一 这可由不得你说吧 二公子都搜身了 你也得搜搜吧 本世子才不屑这种 不如留的手段呢 本官只看中证据 所有的学子本官 都是一视同仁 安十一啊 你还有何话可说 就是 我 我的半度 要搜也是我来搜 要搜也是我来搜 她 她 和她 是一个她 装的半 没人看穿 年少的轻狂 无处张望 小天下 天上枝大 容不下 你我她 满身的倔强 满身的倔强 留在他乡 对天长枭 对天长枭 一世一生 不卑不亢 只想当好儿郎 儿女情长 兜兜转转 多少年花 买青山流水下 相爱相伤 故事的结局 故事的结局 其实我们早就知道啊 为何你呀 还在 期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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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